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想想 對我會有一些意思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解一個 解那個球面上的徹底線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解徹底線的問題有什麼啟發性 而是因為 因為它有一個球其實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對稱線 而且它比大多數的那個環繞面 也就是 也就是Service of Revision 你如果把把隨便一個像這樣的函數 沿著Z軸去做 沿著Z軸去做旋轉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Service of Revision 它通常會長這個樣子 那它的球是一個Service of Revision的特例 它的對稱性的顯現 那對稱性比起 比起普通的這種 這種來的更容易找到的點 這種東西並不代表說它沒有其他的對稱性 可是球它有一個很好的對稱性 就是它沿著任何一個軸去做 做旋轉Z塔角它都會是原本那個球 那是像這樣 左邊這種形體呢 它只有在Z軸做旋轉Z塔角的時候 它會有對稱性 所以說呢 球它很可以得到的所衡量 你們應該知道說 我們剛才說的那個徹底線 它其實可以用 用那個歐葉勒拉關卷的方法來解 那如果說它跟力學問題完全是同一套方法的話 那力學問題裡面 所謂連續的對稱性會對應到一個手衡量的 這個notus theory也可以用到球徹底線的問題 那對於Service of Revision 它的對稱性就是沿著Z軸旋轉的那個對稱性 那對於球來說它有更多的對稱性 所以球本身是更有意思 那我們現在先不會談它的對稱性或是什麼 因為我們也沒有群論的語言 但是我們下個禮拜要講 我們下下禮拜 你們是什麼時候斷考啊 算了就下下禮拜好了 我們下禮拜講那個notus theory 然後就講notus theory就好 然後我們如果要詳細的講群的東西 群的語言的話 如果有些人沒有學過群 那想必是不可能講完 想必一節課是講不完 所以說我們可能群值真 對我也提到不能很詳細的跟你說 說一些例子 但是我們也不會真正的去用到群的語言 然後我會證明一些特例 所以禮拜幾何也可以有notus theory 雖然很奇怪 我在幾何書很少看到 用這個方法 可能要找到對稱性很困難 好那現在呢 我們剛才談論了這個generalize 關鍵 equation 他說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那右邊這個東西必須被視為是 怎麼說 必須被視為是那個 因為約束力而產生的 產生的那個 產生的力 那你注意到呢 右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他和那個 partial x partial q k 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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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積會是 會是領域 就是這個家伙 partial x x是你的位置 跟qk去做 去做內積 他們兩個呢 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他和誰 他和 他和 他和這個 partial f f是你的restriction 跟dqk 管域座標的 的 的 編尾分 這個東西 你把這個東西去跟 去去 這個東西 就是先把f取歸一點 然後再去跟那個 再去跟那個 partial x partial k去做 去做內積 那這個東西 會是管益力 那這個你會發現 那個爛打 雖然有一定的自由度 雖然爛打感覺有 有 有一定的自由度 可是 嗯 你既然左邊L 是含有 含有那個 就是含有那個 那個 加速度的那種像 所以說你這個爛打 在連力之後 會是可以唯一的 唯一的解出來的 所以 他就不是 任意的 那 這個東西他跟 他跟真正的 就是你真正的移動 就是真正的 怎麼說 跟你那個 欸 我以二維做一個例子 就是你那個東西 左邊那個管益力 你現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他 他 他還沒有 他現在只是取分量而已 但是你現在呢 把它跟那個 你這個單一分量可能不會 但是你跟 你跟真正的 那個 他的 他的 他的那個 怎麼說 就 嗯 怎麼說 就是你跟你真正的位置的偏移去做 無限小的位移去做內集的話 他 就是他來自 因為他來自於Constraint 所以 他他一定要是0 他一定要是0 譬如說你在那個 鞋面上的移動 那個正向力 他一定是normal 圖了 那他為什麼會normal圖了 看 多了Constraint Service 因為 這是來自於Constraint 本身的性質 而不是依賴於其他更加的物理性質 因為我們以前 強調正向力為0的這件事實 實際上是我們強加上去的 其實高中的正向力為0的這個說法 更好的一個陳述方式是 我們把所有的normal圖了 plusService的力把它稱作正向力 而且我們把這個下面這個 當做一個理想桿體 那如果是非聯想桿體的話 他就是一個中垮垮的Constraint 那他就不是那麼好的一個Constraint 所以那個時候正向力就不一定會是0 可是會有其他的地方 就是你在 你如果把那個 把那個斜斜坡的那個 本身的每一個分子都拷進去 他仍然會是 仍然會是有 仍然會是 會有一個虛光為0的東西跑出來 好 那現在呢 假裝你的Constraint 是在RN裡面的一個Service 譬如是在這個二維空間裡面的 一條直線的話 那你現在 你每一條線就只能在 在這樣的移動 那唯一的差別就是他移動的快慢 那他的呢 所有的小小位移 或者他所有的切線量 或者他所有的速度 都必須是 並行於他的切線 所以 他的DX DY 就是無限小位移 必須要是垂直於他的Gradient 垂直於他的Gradient 所以我們之前說過 Gradient會垂直於這個等位線的本身 所以呢 他一定會是 然後你到時候是對 Constraint G去做Gradient 所以他到時候跟 無限小位移會是 會是內積會是0 所以你到時候就會發現 你 雖然你這邊看不太出來了 但是他會是0 你現在只把他 每個分量寫出來而已 然後 你就可以把他寫成Grid Neralize寫成Grid 那這邊還沒考慮到 譬如說摩擦力那種力 那如果你把摩擦力補在右邊的話 你可以去把摩擦力也考進去 可是這個時候 你要注意 這個時候 他就不會是所有的 所有的可能的路徑裡面 使得左邊那個L最小的那個 那個路徑 因為摩擦力本身不是保守力 他不能把所有的資訊 完全的包含到L裡面去 那麼我們就必須 我們就很難講說摩擦力 是不是真的可以寫到 寫到 寫到這裡面去 但是呢 如果你的L是具有良好的形式 那我們譬如說 就是一個動能 再加上一個有高手力的位能的形式 那這邊的東西只不過是 只不過是加速度 還有加速度減掉 加速度再加上那個 所以說這個是指 你直接把那個摩擦力造成的管理力 補在右邊 感覺上也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確保說 更加奇怪的非保守力 可以直接補上去 好 那他這邊有稍微談論到一下 這個 但是我覺得他的 他這個寫的寫法是有點問題的 你可以用剛才的那種方式 類似的去寫成這個樣子 就是跟剛才一模一樣 只不過你現在 現在 應該說 你如果現在F本身 既含有Q又含有QDOT的話 那你用我們剛才那種 對α微分的方法 會掉出這一項 就是二字二七最右邊那一項 如果兩個都有的話 會變成兩個的混合體 你很 你會說那這個會不會真的會是跟 會不會真的是你的equation motion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我現在還找不到一個 我現在還沒有一個例子 但是我覺得個人覺得這樣說是錯的 但是在某一個 某一些非常restriction的行星 也就是他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所謂的發扁縫 你們可能在其他 其他 其他地方聽過發扁這個名字 但是不是那個發扁 只是剛好都是 都是 發扁 怎麼拼我一點忘了 發扁 反正是這個人 他 他提出來的縫 所以 如果你的 那Holonomics 還是這樣發扁的縫 那這個東西是二字二十五 他 他 他可以寫成 寫成這樣的形式 但是也許一個更好的寫法是 A 小A 小A 小K 這 我不懂為什麼他要把 為什麼 我不懂他為什麼要上面寫一個A 上面寫一個A 不寫應該也沒差 那現在你 這兩個去做 你把那個DK K大的 QK卡大的寫成DKDT的話 它就變成 這個就等於A0 也許這是一個更好的寫法 那這樣的話 他 那還有一個A0的話 A0 對 就是你也許你把 你寫成這樣的話 就叫做Farbian From Restriction 或者開始寫 那 他這樣的話 那你就真的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但是我不確定說 我覺得其他的那個 Ninholonomics 也開始寫是錯的 而且 因為你的Ninholonomics 基本上它是 會依賴於你的Path 也會依賴於你的Path 也會依賴於Path 本身 但是 你把那個Kat train怎麼寫寫出來 簡單來說呢 你這個球 假裝你一開始是 一開始是這樣往下滾 那你剛剛一開始在這個點 那這個線是在這裡 那你這樣滾滾滾滾滾下去之後呢 它從這邊到這邊的距離 它那個我現在畫那個時鐘的指針 已經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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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转了多少夹角积 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θ 那你说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会是rθ 那这边的话呢 就会是我们把它定为a4好了 好 那所以说a4就会等于rθ 或者说呢 把它写成d的形式 就是ds等于rθ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Hononomic Constraint 那还有一个Constraint是 它的这个直星 那你这个东西 譬如说这个点的座标 你可以把它用xy的标识 但是它的Constraint是什么 你的y等于是0 所以y等于0也是一个Constraint 可是呢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其实不必要那么累赘 我们就直接把这边定为x就够了 那这个球它本身还有第三个Constraint 第三个Constraint 那现在如果不记这个Constraint 那只有一个Constraint 所以我们要找第二个Constraint 第二个Constraint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球它接触的位置 跟这个这个夹角α它是有有一样一定的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假装这个全残是大L好了 那大L减掉S就是这一段 那大L减掉S就是这一段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说 x跟s有没有一定的constrained 那你要怎么做呢 我先讲 x乘以赛替替代就会是这个长度 然后l-s这个长度 所以应该是x除以口赛替代就会是l-s 这是第二个constrained 那替代是一个constrained alpha是一个constrained angle 所以你就不用去采取 所以这个是f1 然后这是g1 然后这是g2 你就去解那个l-a-g-e 你就可以解除 equation of motion 那现在我们刚才其实是假设那个 你的i也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 我们刚才没有谈论那个i 就是你的转动观念的情形 你这个东西的总动能会是1 2 i θ大的平方 那θ大的平方 其实又可以有这个东西来解出来 所以说你又不得不引入这个θ 所以说你现在有几个变数 θs 还有 所以你会有三个变数 以及两个restriction 好 那 以及一个restriction 你可以先用这个去把那个s跟z的关系弄掉 因为这个很好解 除非是不好解的时候 你才使用了打关键multipart的形式 现在只剩下一个坐标而已 你现在就剩两个坐标以及一个restriction 那还一样可以去解除这件事情 那现在有一些想法 首先当你球非常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那个下面那一块一定很快就去就飞出去 那球就基本上就等于自由落体 所以说你如果把它把那个球的y坐标算出来的话 它会趋近于当你球非常重的时候 它会趋近于自由落体 然后呢 当球很轻的时候 那下面这一块就基本上不会动 所以当你球质量趋近于0 或者转动光量趋近于0的时候 你的x本身应该会趋近于 x.本身应该是会趋近于0 因为它根本就不管上面那颗球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给初始速度 所以它有可能会等速度再移动 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用 这个系统也是非常有趣 因为我把它称作一个典范系统 因为它可以用非常多的方法来解 它可以当成先列出能量手 但是当你列出能量手的时候 你是已经假定了摩擦力它是0 这件事情 那除了摩擦力以外的力 做公式0这件事情 是来自于它是一个约束力 它所有的力都是约束力 然后重力是保守力 所以它力选的会是熟的 直接列出力选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equation能选 在这个情形是非常简单 但是再有摩擦力的情形中 麻烦就多了 好 好 那我之前有谈论过 你可以用辩分方法去解除 你可以用辩分方法去解除 解除静电学的问题 不过我还没准备好 所以我下次会先讲一下 然后 然后 它其实是一个 编辩分方法 甚至上面非常有趣的问题 就是你给定一定的编辑条件 首先你的来关键 你解出来 Person equation它 Person equation它的那个 它的解会是唯一的 然后呢 在第一类编辑条件 就是给定 给定那个 在某一个service上面的词 然后它会是唯一的 第二类也会是唯一的 可是第三类也就是混合类 它不会是唯一的 就是你同时有些地方给 你把 你有些地方用 有些地方用导数 你把它 你把它写成这样的 它可能不是唯一的 但是我们其实很少用第三类的一些条件 这个东西它是唯一的 接着它会是 使得所谓的能量放行 会是最小的那一个 仅限于净力学的情形 动力学的话 它那个phi就动来动去了 那你唯一会让辩分等于0就是 是考虑了古典产论的整个电池产论 那个 的Lagrangian 那如果是古典产论的话 你就会把那个Lagrangian density 积分起来 那如果你还不仅考虑古典产论 还要考虑带电粒子的移动的时候 那就不仅要考虑Lagrangian 还要考虑那个带电粒子 假如它均匀 它以一个密度分布在整个空间里面 那你就不得不考虑 那一旦它均匀 它分布在整个空间里面 它也是一个古典产 所以你最后你的Lagrangian density 会是 会同时含有那个电荷密度 会含有电荷密度 那这个东西 如果它满足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列出所谓的能量泛含 在某些片尾分泛含设演书 也会讲的 可是他们 他们 有时候他们就直接丢给你 就不知道哪来 总之就是Lagrangian 这个东西它会使得能量上还是最小的 但是实际上 一开始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 其实是得出一个不等式的情绪 但是 就是 应该说 我不知道 我忘记 其实最早是谁在问爹 就这个问题 但是 Wastruss 就是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数学家 他就是提出 他其实说你那个解出来解会的能量会是 会是 小于等于其他所有可能的能量 你解出来的能量 会是等于 会小于等于所有能量 可是 可是 这个并不保证说 当你phi是曲变所有的可能的解的时候 这个东西会是最小的 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个最小下解 而不是一个最小 有可能你的解就 你的最小值在上面一点的地方 所以 所以说这个 是刺激了 那个 编尾方法是 Direct Method 也就是直接用变分菌的 方法的 开始 就是Hilber后来去改进了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不认真谈这个问题 那 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讲 然后 然后 我们 不只是有地学系统可以用 辣关权来表示 实际上呢 对于 那个 对于 看式完全不同的系统 也就是那个电力学系统 它也可以 电路系统也可以用辣关权来表示 但是 那我们 我们都知道 那个 我们都在普务里面学过 那个 Q等于Cb 就是你那个 电荣两端的那个 电荷 它会是正比于C 然后 那个 电荷两端 它的总能量 会是 会是2分之Cb平方 你就把这个积分起来 就是 DQ DC DV 然后你把它积分起来 就变成 DV 就是 只要一开始V是0的话 你 V是有一定的任意性 那你 那你一开始定为0的话 那你这样积分起来就是 你 你的公式来自于那个 QDV 所以是这样 我再写没错 应该说 这样写不好 应该说 你现在算是能量 你现在算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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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荣两端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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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的能量 当你 当你电荷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每多加一个电荷 它就会多加一个Q V 这么多的 那个 你多加一个电荷 它就会根据当前的那个V 然后V 会随着时间一直变化 可是你 每加入一个DQ进去 它就会多一个DQ 乘以V 那在任何一个时刻 它就会满足Q等于C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等于能量的增加 那能量增加呢 又会等于Q 除以V 除以Q 除以C 所以这样积分起来就变成 二分之一 Q平方 除以C 就等于W 然后 把这个带进去 那就变成什么 Q等于CV 所以就变成二分之一CV平方 那它就得到我们的那个 在电荣 它 它两端所储存的能量 那 所以对于电 电压来说 那个它 它是有个电压 但是因为电压其实也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 然后呢 再来电阻 电阻它是它两端的电压差会是什么 IR 那I的话呢 如果你把那个电 电隆它两端的那个 X的那个电荷素称作Q的话 I就对应到QDOT 也就是它对时间的倒数 所以电压差会等于Q除以R 再加上 这个Q等于CV 就是 这两端的V 所以就是Q除以C 然后呢 再来 你的 你的 还有一个电感 电感的话呢 它会是 它会是对应到那个 电厂它本身 运动的 运动的快慢的问题 所以它会 它会跟 I的微分有关 所以它会是 我记得是Li 二分之一Li平方 然后 这边应该有写 你的 对 二分之一I DOT平方 嗯 嗯 就是 这个是最后啦 就是那个能量的问题 但是 你那个能量是 呃 应该说你每单位时间 你那个 唯一会让那个能量散出去 就是那个电阻 所以你的 你的L是 电感它本身是 它会是 它会去反抗那个 池 电厂 电流本身的变化 哦 那 你一样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去写 那我现在问你们 什么东西不可以写到哪个关键 如果你要把这个系统弄成 我们只看一个就好了 当然你这个电感本身也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在这三个电路里面互相移动 那它就可以 它会有Q1 Q2 Q3 它就可以等价于一个Carpod Carpod 电感这三个 哪一个对应到摩擦力 对 R对应到摩擦力 因为所有能量都是从R 跑出去的 这会造成整个系统变成一个Dispassive Season 然后你就可以去解除那个 所以R本身你必须要写出 通常是写成我们之前谈论过的 Railers Dispassive Function 好 那剩下两个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就看 剩下两个是电感跟 跟那个 所以我们看拉官卷怎么写 拉官卷就写成LQ.2 再加上 这个是 我们就先 拉官卷里面 它本身是不可以含有 不可以含有那个电阻 所以电阻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 交相作用的电感 因为一旦你把两个电路放在一起 那让两个电感互相作用的话 那能量就会在L1跟L2之间 做交换 所以这件事情又比较麻烦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交交互作用的话 那你拉官卷就会变成这一个 剪掉这一个 那这个EJ是什么 我没有忘记 应该说我不确定它那个EJ值是什么 好 反正如果没有那个EJ的话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 所以说 那有趣的 即使是在电路区的声明 可是我觉得实际上真正的电路 我意思是说 我们经常是把那个 把那个电线 应该是怎么说 电容 还有电感这些东西 当做一个线性的东西 但是实际上 如果你考虑有更加复杂的 就是你板子没有那么大 你那个电容两端的板子没有那么大 它就会有一些非线性效应 那这个时候C1 就会跟你的Q有关 那它会有一些边界效应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做过一些 跟电路有关的实验的话 你会发现经常在高频交流电 它奇怪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 我就不确定它可不可以写成哪个官卷的形式 它并不是从一个力学的 或者电子学的基本原理写出来的 所以我不确定说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哪个官卷的形式 那我们会发现 即使是外表看的是非常不同的现象 却可以用同一个数学 数学的试词来表示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好 那我们来谈论 之前有人问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呢 当我们去做变数代化的时候 其实如果 就如同我们说的 如果你要把它 你直接 比如在一个车子 车子在那边跑的时候 你直接 那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是车子自己跑 然后完全不管上面那个蛋白的移动 那另外也是车子 蛋白本身在跑 然后这个蛋白咬的时候 它也会影响到那个车子 那这两种情形 那 以车子自己在跑 完全不管蛋白的那种情形 就是跑很快 相对来说 那世界上 世界上他们一定是 在真实生活中 他们一定是互相影响的 但是 如果这个车子的质量 远远大于这个蛋白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一个比例当成完全的 远远大于你的马达的驱动 那 那 这个时候 你如果你的加速度 它本身是 是一个形式良好的 加速度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 把做一个加想力 放到一个 反方向的负 在那个质量上面 有一个 反方向的那个 MA的加想力 这个加想力 如果它是形式很好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保守力的形式 也就是说对人来说 就是A是 譬如说A等于B B等于AT A等于Constant A等于Constant 这个情形 那这个时候 他就是受到两个 一模一样的力 那他会得到一个等效助力 所以在这个人看起来呢 他是会觉得说 他是会觉得说呢 他受到重力是往这个方向 这两个造成的作用 重力还有那个 加想力所造成的合力 会形成一个等效重力 那你写成了 关键的形式 必须把 加想力所造成的 加想力能搬进去 那如果你直接做代换的话 那你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做做标转换 实际上你是 你是把这个人的位置 或者观测者的位置 或者车的位置去把它剪 然后把它带到拉官卷里面 再拿那个新的拉官卷 所以你的新的新的座标Q可以 Dependent X 或者X可以Dependent你的新座标Q 那这样你直接带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证明说这样子的话 那拉官卷的形式也会是一样的 这个是Ghost9的一支死 这个 Ghost9的一支死 那其实这个证明有一点长 其实它是把它爆开 我们来做这个 就是你直接对新的S去做 点转换 这个都是要所谓的点转换 你把它去做这个 这个变化之后呢 你就可以 转换进来吗 就可以呢 你就可以得出 它会得到满足 这个平常我们看到的 OIL RR官卷的形式 那这边是没有卡的Restriction 所以有Restriction是不是对的 我不确定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证明在哪里 嗯 因为我那个白板要开一下 好 那我这边有一个我已经写好的东西 嗯 好那 这边会用到一个关键步骤就是 哎 我记得我贴在这里 嗯 这个我 这个不是 哎 我刚才有贴在这里 嗯 算了 我记得我写一个东西贴在这里 可是它不见了 那我们就用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去验证这件事情 那你现在你的L是Dependent S 那S又Dependent 你的原本的管理指标Q 所以我们就把 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 把这个家伙 跟这个家伙去做 去做 去相减看看会不会得到0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去做转开 那你注意到现在L 是Dependent什么 Dependent Dependent 原本是Dependent Q 但是Q又会Dependent S 总之无论是哪一个 转到哪一个都不重要 反正就是 就是长这样的形式 那 像L原本是Dependent Q 但你现在发现 你用性格做标它有Dependent Q有Dependent S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东西去做为分 那先上这个 那这个的话 你就把它做连锁力转开 这一个对Qi去做 那注意到L现在含有Qi 也含有QiDat 所以要做两个做 展开 那 现在QiDat这个东西非常有趣 因为QiDat本身 有可能会含有SJ的形式 我举一个例子 那你把它转到极座标的时候 那么你的L就会变成 你的L就会变成 你的QiDat就会 就会 就会长什么样子 就会长成 R是跟XY有关吗 然后 所以R是跟XY有关 R是跟XY有关 所以RDat会等于 partialR partialX 然后XDat 那注意到 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已经跟 已经跟那个 跟 跟 那个什么 跟 跟位置有关了 但是这个地方又跟QDat有关 所以RDat是本身会跟 这两个东西都有关 都有关 所以你的QiDat做一次尾分之后 它会含有两个东西 它会含有两个东西 它会含有S 它会含有S 但是Q本身它不会含有S 它可以含有时间 注意 这边含有时间 这个含有时间 那也许我应该在这边补一个时间 就是你这边应该补一个时间 那 你即使含有时间呢 你这边也不用写 因为 因为 你对它做尾分的时候 它提出来完全不会有影响 那接着我们来做这个 这个的话呢 你先就对SDat去做展开 那L本身 要对SDat去做展开 那Q本身 并不含有Dat 所以这个东西会是0 这个家伙的视频 然后 L本身含有Dat 可是 然后Qi本身也含有Dat 它这个东西通常既含有Dat 又含有没有Dat的东西 然后就变成这个 然后 这个东西 就变成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相减 就得到这一串 那我现在画红线的这一串 就跑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首先这个 这个 又等于这个 那这个呢 这个会是 这个它只是一模一样 所以红线是这个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后面这个 那这个地方 会用到一个关键的视频 我不记得我们之前有没有证 但是 然后这边有证 就是 我们要证 可不可以把它点点移掉 那现在把QiDat 去直接做微分 那Q本身会Dat Q本身只是Dat 所以呢 你现在把Q去做微分的话 它会变成 你QDat去做微分 它会变成 先对S去做微分 所以FatialQ 我就不写指标 FatialS 然后再对S大 去做大 Q本身只有这个 但是你还要注意它也会跟时间有关 所以它还会出现一个FatialQ FatialT 现在这个东西 FatialQ FatialS 它只会跟 它一样就跟原本的Q一样 它只会跟位置 它只会跟 它不会有点点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 所以 这个东西 它只有这个东西 当你在对S大 去做微分的时候 会被删掉 其他这个东西就留着 然后这个东西它也 因为它是偏微分 所以它也不会出现点点 所以只剩下这个 那把这个东西消掉之后呢 嗯 就剩下这个 那我们就证明这个 好 嗯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 移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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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画黑线的东西 就是把我们把 有一样的像 这边都有QI XI 这两个像 集中起来 这个像 剩下两个就变成这个 这个 跟这个 根据原本的OEA的关键 这个东西会是 所以就剩这个 那这个东西呢 如果 经过 经过运算可以变成这个 这边都一样 那 有如果这两个刚好是零 那 所以说 这个东西也会是 那我们现在要证明的就是 这个东西 会等于这个东西 注意到这个 就等于这个 所以要正是这个 就等于这个 这个 这个要怎么做呢 就把这个东西展开 那这个东西展开的话呢 你注意到这个东西会 dependent还是什么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这个东西呢 它 它 一样是没有点点在里面 它只会有这个东西 下标 sj 下面sj 那 你可以对它做全导数 全导数 那首先 你先对q去做全导数 好 好 那变成q. 接着呢 接着呢 你因为这里面还会有t的dependence 在里面 所以 你会发现这个样子 这个是 先对partialt 然后 t就没有 这个一开始就已经微分过一次 所以它会有两个微分在里面 那根据微分的可可加换性 假设它是可为的 那它就可以把它全部提出来 就变成这一串 这一串其实就是全导数 所以就变成这一串 所以 所以 画了sj上面就变成这一串 那就会发现这个 就等于这一个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我们要的 在它在 aluella 的形式 它在点转换之下 是不会变的 我们再做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 算了 这个就不要了 这个是所谓的 nierson nierson 那个 vong of 官卷 我有传给你们摆一摆 我会觉得这个 这个是 你就可以做一个代换 那你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它是 一至五三的形式 应该说 应该怎么说 是 只含有 只含有 动能的时候 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形式 好 然后 我们来解一个 具有 sperical symmetry 的 徹底线的问题 当然 这个也可以 用这种方法来解 就是 你先列出 x平方加y平方 加z平方 等于1的这个constrained 然后你要解的 哪个关键是什么 是在 是抵x平方加抵y平方 加抵z平方 所以你必须选一个 选一个座标 你就选z好了 那就变成xDot 这个xDot是指 对x对z的尾分 然后yDot 然后加zDot 这边就是1 那你把它对z去做积分 直到action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做的那个 但是 但是呢 其实这个 这个例子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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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有一个 那个所谓的旋转对称性 那其实 所谓的 对称性 对称性通常 我稍微谈一下 通常我们在谈论对称性的话 即使你不是力学系统 而是任意的文明 那所谓的对称性 就是指说呢 就是说 你假如是联性力的话 那联性力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联性力的话呢 告诉我们说 它的potential 会 只会里面的代表 你的radius 就是你的半解 而会依赖于你的角度θ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告诉我们 我们说 我们的解跟我们的未能 一样是具有求对称的 答案是 不对 当然不对 因为我们还有 椭圆形的那种 那种轨道 那 所以说对称性 并不告诉我们说 一个对称性的方式 具有对称性的方式 并不告诉我们说 它的解 也会具有相当的对称性 那对称性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 答案是 你对于任何一个解来说 你做了一个对称操作 就是那个椭圆形 做了一个对称操作 你把它转 转一个角度 变成这个 形状不改变 并且转一个tta 这个仍然会是原本的 equation motion 的一个解 这才是对称性的 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你把 另一个解做了对称操作 之后它还会是 原本发展式的同一个解 如果你的原本发展式 有那个对称性的话 那对于不能写成 那关卷形式的 equation motion 我们 没办法再说更多了 我们 我们 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 你也许对 对一些特例 可以去探讨它 对称性 可是如果你非常空泛的 不写出 equation motion的形式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知道什么 不写出维分方程的话 你基本上只能知道说 你的解 在对称操作上 还是一个解 你什么都不能做到 但是 一旦它 系统变成线性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 可以得到相对来说 更多更多的资讯 因为对于线性 应该说对于线性系统 如何apply群这个事情 我们有非常广大的 apply对称性 这件事情 我们有非常广大的理论 广大一套理论 也就是所谓的 group representation theory 群的表现理论 表现是 粗略的说 是如何把群的每一个人说 群是一系列的对称操作 然后它必须要有封闭性 在这一系列具有封闭性的 对称操作里面 它保持我们的集合 或者方程式路边 如果它是线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apply 它也所谓group representation theory 它是研究如何把群 弄成一些对的线性算子 或者矩阵 这个我们可以得到相对来说 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好 那我们先不谈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要怎么解 这球面上的大圆的问题 你可能会想说 我们就很简单的 列出球面上的functions 但是这样解出来 会相对来说很繁杂 那我们当然在一般的 一般的service上面 你去解除它的Jualistic测进线 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你本质上是在解一组的 非线性联系的方式 这个原则上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解出来的 我们最多只能列出方程式 但是一旦有对称性 即使是在几何学里面 即使你在求彻底线 一旦你那个service有某种对称性 那这种对称性就可以帮助我们更简单的 更简单的去求出彻底线 那在力学问题里面 我们常常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找出 足够多的守恒量 把微分方程变成一组的代数方程式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目的学的最终目标 就是把微分方程变成代数方程式 但是有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找不到足够多的守恒量 比如三体问题 它其实是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守恒量 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方程式没有解 或者没有唯一解 而是代表说呢 当谈徒而去寻找 徒劳而去寻找守恒量这件事情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解完这个方程式吧 好 那 那我自认为我的方法是很精妙的 如果你直接解就 就有可能是 会 翻程式就很丑 那这边的关键呢 是 这边的关键就是说呢 你现在不是一般的 你可以把 假装你要求这么一条彻底线 你可以把这个点 其中一个点移到北极去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跑到这里 那跑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只要这样子 我们就只要它 只要求出这样的一条 一条线 也就是说呢 那不失意把我们考虑了它的球 我们可以把它转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呢 我们就求 这两点之间的彻底线 或者更近的 这个点跟这个点的彻底线 不一定要到赤道 那这一条 这两条点之间的彻底线 它们之间 如果我们解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转回去 就可以得到 那我们现在其实要解的 只不过是 它是一个大圆而已 那你注意到通过北极的大圆 我们很容易 因为如果你这样解出来 那个方式很丑 你又要去验证它是一个大圆 那这件事情会很困难 但是呢 对于通过北极的特定线来说 这些大圆就是所有的 那个叫什么 金线的集合 那个金线呢 其实就是 它球可以用两个参数来表示 第一个参数呢 是天临小 第二个参数呢 是轴角 就是5 那这一条线 很明显就是 θ在跑 但是phi不动 就是phi等于constant的那条线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 求出它是一个大圆 这个我们就 经由对称 证明了 任何一个求善的 侧底线都是大圆 其实我不确定说 在没有 没有变分法之前 人本是怎么求这个问题的 或者没有维基分的时候 人本是怎么求善问题 好那 我觉得它们应该也有方法求 所以我不太确定 所以我不太确定 然后呢 好那我们不是一般的把它 考虑 考虑我们刚才那个 dependence 那我们就可以 第二出action action的话就是距离的形式 好那我们现在又 我们现在注意到它这个phi 是constant 所以phi最好当自变数 这样子才会得到守恒量 就是define dc 在这个dc 在这个地方就对应到 时间就是在力学系统里面的时间 那phi等于constant 你会注意到它是一个守恒量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只有求对称性的东西 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守恒量 这个守恒量在 维分解合里面有东西 叫做clero clero clero 我忘记叫什么 叫 我找一下 叫clero cl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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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ion 这个这个 在那个维分解合大学不常见的教科书 Docamo里面好像有看到 它是对于 它是对于旋转面 就是revolution service的那个 的一个性质 我们先暂时不谈 我们下次再谈 那现在呢 你这个 如果你这个clero 是constant 我们要解的就是这个东西等于constant 所以我们就直接解 L就长这样子 然后你注意到它跟 它只跟 θ 跟 还有phi跟θ的面微分有关 它跟phi本身有关 你注意到 这个到时候 我们在notercl 会用到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我们就可以 由那个 虽然我这边写说是用OEA的关键 但其实你就可以使用那个 yacobian yacobian 的那个式子 就是 这个tta在那边是 我看一下 你现在tta的字面是什么 好 好 那我现在这边没办法跟你说什么 反正 对你就代入OEA的关键 就也可以选 你就得到 大D 就是 d 除以dtta 然后 partiall partialttad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会是什么呢 会是 partial l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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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 这个东西是0 partial l partial partial 是0 所以 你代入OEA的Lagrant equation 只会留下 对于dta的全微分的那个项 那它既然对 全微分之后是0 那它是守恒链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那个l 就是你现在得到的守恒链 那我们到时候诠释一下这个东西 代表什么意义 那没关系 我们就发现呢 我们就让它通过其中一个点 就是这个 dta等于0 然后 partial 等于0的那个点 那 不思一般的 因为这边很明显就是这个点 那你现在把0带进去呢 0 嗯 嗯 嗯 partialt 就会 因为现在在这个 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partial 就是你现在 怎么说 你现在 你的partialtta 永远是 不一定 你的partialtta 不一定是0 你的partialtta 不一定是0 可是你的partialt 嗯 嗯 嗯 然后 如果你求出大员的话 那它只会是局部短直线 我想一下我都没有写什么 嗯 phialtta 嗯 它通过00 它通过00 等进去 所以说你会出现一个守恒量 所以守恒量是什么 守恒量就是0了 守恒量是0的话 你的partialtta 因为你要往下跑嘛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是0 所以只有可能是phialtta phialtta 是0 所以这样你就直接结束 如果你随便乱取出 不要去切的话 那基本上就很丑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gerar 学理 那能买吗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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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